第九十九章 芝曼 佛性不断地注入于兰陵内 宝树大师的眼眸变得越来越暗淡 随着一口鲜血的喷出 他再无力催动 把同灵搁在血泊里 搁在自己的断臂旁 清脆的铃声消失 佛威仍然在继续 兰克斯前后的十七座殿旁的鼓中 依然在不停地回荡 那道佛光稳定地照着黑色的马车 桑桑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眉间皱得仿佛要碎了一般 显得极为痛苦 一道黑色的血迹 从他的唇角一直躺落到胸前 宁却很清楚 就算桑桑没有生病 与自己和莫珊珊联手 也不可能真的击败七念 所以他有些不理解 为何这名佛宗行走 没有继续出手 你这个时候可以动手杀了我们 给我们一个痛快 他看着七念说道 七念缓缓摇头 沉默地看着黑色马车上的那道佛光 宁却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是他要杀桑桑 而是佛祖要灭桑桑 难道佛祖不会觉得 这很残忍吗 宁却顺着那道佛光 望向遥远的瓦山峰顶 看着秋云里的佛祖石像 坐在血泊里的宝树大师 清宣一声佛号 脸色苍白说道 残忍 祭慈悲 他人的慈悲 就是对我们的残忍 虚伪 虚伪 烂科寺里忽然响起了两道声音 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字 当这两道声音响起的时候 忧远回复的钟声 仿佛都被惊得顿了一顿 身着博山背负木剑的耶稣 和穿着皮袄神情莫然的唐 从殿前的石坪前走了过来 姿态从容 却没有一名僧人敢去阻拦 走到殿前石阶下 耶稣看着宝树大师说道 杀便是杀 佛祖杀人 也是杀人 哪里来的慈悲 佛宗果然是外道 失了本性 七念 看着耶稣和唐的出现 似乎并不意外 平静如前 成立雪从狼间闪身出来 对着耶稣下跪 耶稣看都不看他 只是专注地看着黑色马车里 看着宁缺背后的那名小姑娘 神情变得有些奇怪 说道 哼 叶先生 可以杀呀 耶稣摇头说道 你们这些和尚 不敢动手 只期望佛光降世 杀死明王之女 不外乎 是想着 若要动手 便要杀死宁缺 事后不好对书院交代 宝树大师用左手按着右肩断臂处 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佛门想来沉默隐忍都市 确实不想得罪书院 难道道门也怕书院 此乃浩天的世界 道门统一世间 何惧之有 只是 你们佛门可以把慈悲拿出来当不要脸的借口 我自然也有不出手的理由 敢请教先生 是何理由 耶稣看了宁缺一眼说道 我的妹妹 和她关系不错 宝树大师没有想到 这位以骄傲冷漠著称的道门天下行走 如今竟然也学会了这等行事法子 微微一正说道 果然好理由 然后 大师望向那名身穿皮袄的强大男子说道 魔宗行走 又为何来此 唐面无表情地说道 来看看 看什么 看你们中原人怎么杀人 魔宗虽说受尽排挤 但毕竟是世间的一份子 只此世界毁灭之前夜 行走愿意来此 想来也是愿尽一分心力 你为何不动手 若你杀了明王之女 向来定然立地成佛 听了宝树大师的话 唐看了宁缺一眼说道 要杀明王之女便要先杀宁缺 但我的妹妹和她的关系也不错 而且听说我妹妹和明王之女的关系更好 宝树大师叹息一声说道 那你们何必出现在这里 因为他们也很虚伪 他们虽然很想杀死桑桑 但不想杀死我 从而得罪书院 他们虽然是道魔两宗的天下行走 但还是害怕疏愿 宁缺在黑色马车里说道 然后望向耶稣问道 道门怎么看这件事 耶稣摇头 不知道 那你相信吗 耶稣看着黑色马车上的那道 宏大佛光说道 不得不信 耶稣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 透着古怪 宁缺看着耶稣的眼睛问道 佛宗发现了明王之女 道门却似乎什么都不知道 就算西陵神殿层次不够 那你们知首惯呢 而且你不要忘了 桑桑是道门的光明之女 怎么就忽然变成明王之女了 他说话的语速很快 又很清晰 没有什么太过强烈的情绪起伏 但听到这番话的人 都明白他的用意 却不得不按照他的用意去思考 耶稣想了想 然后摇头说道 我不明白 宁缺依然没有死心 望向唐问道 书院对你们怎么样 如果不算柯先生灭我明宗 还算不错 宁缺一听这话 无奈地一笑继续说道 你们明宗祭拜的是明王 唐看着身后的桑子 沉默片刻后说道 祭拜不代表信仰 更多的时候 那代表恐惧 所以 你们不会帮我 我也不会帮他们 如果 雅伯留不住你们 我还是要出手的 听到了耶稣和唐的回答 宁缺的身体放松了下来 松开了手中的铁弓 解开了绳子 把桑桑抱在怀里 撑着大黑伞 沉默地坐在佛光里 一罐 一寺 一门 二层楼 这个世界上 一共有四处不可知之地 便有四位天下行走 四名天下行走 今日齐聚烂科寺 而宁缺毫无疑问 是最弱小的那一个 在这种局面下 他就算是小师叔的战役附体 也没有任何可能 带着桑桑逃出去 所以他反而放松了很多 抱着桑桑 撑着大黑伞 虽然知道 大黑伞撑不了太久 但他只能沉默地等待着 等待着变化的发生 便在这时 齐山长老在关海僧的搀扶下 缓缓地站起身来 走到殿前 长老在修行界的辈分太高 即便与只手冠的冠主 也是平背论交 以友相称 所以无论是耶稣 还是堂 都微微地侧身 表示恭敬 齐山大师没有理会这两名强大的天下行走 只是正正地看着七念 情绪变得非常复杂 说道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七念沉默不语 神情平静 齐山大师身体微微摇晃 面容显得愈发苍老 赶上说道 为明王之女治病 本就是大先生和你达成的约定 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些故事发生 然而谁能想到 堂堂佛子居然会背信毁诺 难怪宝树大师他能够拿着静灵离开玄公寺 难怪今天的浪科寺里来了这么多的人 难怪转眼之间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那个小姑娘就是明王的女儿 我本可以治好她的 七山大师看着七念 感伤说道 你也答应了大先生 让我替他治病 结果你还是破不了自己的执念 非要他死去 但你想过没有 你在骗之前能骗过所有的人 但一旦开始骗 你有如何骗得过大先生 耶稣听着浪科寺里的钟声 看着寺院上空着的那道 隐而不现的佛门大阵 若有所思 他转身 望向七念说道 哪里是执念便能解释 这一切都发端于去年冬天 长安城湖畔雪林里 你与大先生的那场谈话吧 七念依旧沉默不语 你知道大先生看似木讷 实则聪慧至极 稍一推算 便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去年冬天至今 你一直隐忍不发 直到宁缺和那小丫头来到浪科寺才动手 你想要的就是这佛光和这座大阵 因为你已经算清楚了 就算是大先生此时发现事有变故 也没有办法入寺阻止你 耶稣看着七念缓缓摇头 看不出是赞叹还是惋惜 说道 没有想到啊 自连生之后 佛宗又出了你这样一位大阴谋家 真是可惜 可敬 可叹啊 长安城南 书院后山 绝壁之前 流云如丝渐碎 凛冽的秋风一牙而上 吹得狼剑未落尽的紫藤枯果 不停地晃动 看上去就像是佛寺眼下细致的铜铃 一身黑色照衣的夫子坐在崖畔 看着东南方向 忽然说道 那出有事 大师兄 今日随着老师前来后崖迎风酿酒 正在做准备工作 听着这话 不由心头威灵 算着 今日正是于兰节争日 而小师弟和桑桑姑娘 正在烂科寺里 秋风轻浮黑色的照衣 夫子欲起 大师兄在夫子身后跪下 焦虑地低声说了几句 然后又道 一切由来 皆是弟子 愚钝称痴而不自知 我 一定把小师弟带回来 说完这句话 崖上 秋风再起 夫子看着远方 缓声说道 我一直是一个很懦弱的人 因为看不明白某些事情 所以始终在两边摇摆 因为冥冥中的那一丝不安 所以不想与那个小姑娘的命运 纠缠在一起 慢慢呐 你当年 大为本性 也要针对一个弱女 如今 更是以命相逼 不让我出手 想必 你也看到了那抹阴影 压平之上 早已没有了大师兄的身影 夫子觉得有些孤单 他回头 妄想悬在廊上的那些紫藤果 和那些牵缠在一起的芝蔓 忽然笑了起来 说道 哈哈哈哈 然而 其实 不早已纠缠在一起了吗